各位同學大家好 在這一段教訓影片裡 我要教大家一個技巧 如何把你買了CD光碟上面的音樂 把它存成或者轉成MP3檔 或者是其他的數位音音檔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電腦上 或者是你的MP3Player上面可以播放 我們將要用一個 軟體叫做Windows Media Player 我們要使用RIP CD這個 function 好 二話不多說 看看怎麼做 我們去Windows Start Button 去找到All Programs 去找到Windows Media Player 點取 跳出新視窗 好 這就是他的視窗 然後呢把你的音樂CD放到你的CD-ROM裡面 然後你看左邊就會出現CD-ROM的 音樂CD名稱 它會自動幫你Play 你不要把它按Play 把它按暫停 然後呢 怎麼做呢 我們現在要先進去RIP Settings 我們要更改它的設定 好 讓它看高速電腦你要存成什麼檔 我們去到RIP Settings 去到More Options 進到那邊你就可以看到RIP Music to the location 改變儲存路徑 好 你去點去 Change 改變 我要把這個音樂檔存到桌面 比較好找 所以 就發現它已經改變了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再去看看其他的設定 看看你要存成什麼檔 可以存成不同檔 好 那我們去點去 它的 那個 箭頭 我們要存成MP3檔 那有人 也可以存成其他的檔 media media audio 或者存成web檔也可以 web檔呢 本身個人經驗是 品質很好 但是檔案有點大 好 那我們還是選擇MP3檔 我們可以在MP3播放期播放 記得你要改變你的 影音的品質 把它改到最大 應用Apply 然後點去OK 然後最後呢 你再點去RIP CD 它就幫你轉檔了 你可以發現它右手邊 它就正在轉檔中 正在轉檔 它會一手一手慢慢跑 然後因為我是把它存成桌面 桌面就會出現一個新的資料夾 轉檔 那它轉完檔 把所有音樂都放到這裡面來 好 過了沒多久呢 我們就會發現了 已經轉檔完畢了 上面已經用了過去式了 桌面的資料夾 我們打開看看 有沒有音樂MP3在裡面 打開 嗯 所有音樂 已經全部轉檔完畢了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音樂 啊 轉到你的MP3播放器 或者是在電腦上播放 就可以了 啊 那就這麼簡單 謝謝你觀賞 拜拜 你好嗎 拜拜 各位 rehabilitation 快點 快點